我看過你這盤人的 這盤人都已經... 有人撐我 剛剛... 有那種... 有人在唆氣耶 有... 沒有 害我 不要嚇我,就是這個人 他叫了,他叫了,快點 怎麼回事 怎麼回事 你呢?快快快快 一個小人,走過去 怎麼了? 怎麼了? 大家蹲下 大家蹲下,不要起來 聽老師的指令 觀眾朋友,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鬼話連篇 我是焦之芳 我是沈柔 今天呢,我們首先進行 靈異最前線的單元 這次我們靈異最前線 所去的這個地點 相當特別 它是一家電影公司 叫做銀河電影公司 我們之前有去過 對嘛,我們去過一次 我們去過一次 就是那次好像是講 有一個女孩叫白蝶 白蝶的傳奇故事 對,然後她在那邊 就是跟那個小開之間 產生了一些愛恨的這種情慾的糾葛 最後就死在那個地方 沒錯,沒錯 對,後來 那個段播出之後呢 觀眾朋友呢 回想非常熱烈 在網路上頭啦 或者打電話啦 不停地來問我們 哎呀,那個地方在哪裡啊 在哪裡啊 原先我們以為啊 收視率很好 當你也想去那邊 看一看有沒有看到東西 結果後來 再跟他們打聽的結果 搞了半天啊 他們只想要到那個地方去 找那些舊海報 去拿那個舊的海報 都是原版海報 都是絕版 所以這一次 我們在去銀河電影公司的時候 已經都沒有海報了 對 都被拿光啦 都被拿光了 所以大家可以不要再去了 因為已經沒有了 海報的魅力很大對不對 所以大家完全不害怕這些東西 對,完全不害怕 只是為了海報而已 可是 可是他們最初的目的 是為了要拿那些舊的影片 舊的海報 但是呢很多朋友 到那邊去拿海報的時候 狀況 也在當場發生了很多不同的狀況 看到了很多不該看到的東西 對,沒有錯 我現在看到這個 冠儀手上有一張這個 對,同樣的 有一家獨家報導 他們的記者呢 為了要追這個事情 也到現場去拍攝去看 是為了要追這個事情 還是為了要拿海報 不是 為了要追這個事情 他有個拿海報 我們不曉得 我們不曉得 但是這個記者去那個地方 有發生怪事嗎 有,因為這獨家報導的記者 因為聽到很多的觀眾朋友 因為去拿海報 然後看到 就是他們現場啊 有聽到一些聲音 然後甚至於還有看到人影 所以他們想說去探究一下 看看這裡面 是不是真的發生這樣的事情 而且他們同時 也去問過一些老的演員啊 看證實我們當初 當初講的那個白疊的故事 到底是不是真的 結果沒想到他們真的查出來 問一些老演員 他們也都說是事實 那他就會真的死 在那個電影公司裡面 對,他就是為情在裡面自食 妳要不要,因為可能很多觀眾朋友呢 沒有看過我們上次白疊那集 妳要不要大概把白疊跟小開之間的故事呢 簡單的稍微描述一下 當初我們到這個電影公司的時候 是聽到說有 他們當初有在選拔旗袍十二金差 結果白疊小姐就是其中的一個 而且她脫穎而出 然後就讓這個電影公司的小開 非常的青睞 然後之後呢 沒想到那個小開是個花心大少 就欺騙她的感情 然後讓這個白疊小姐就是心生恨意 最後就自殺了 就鬧得這個整個電影公司都荒廢掉了 自殺在這一間辦公室裡面 在電影公司 然後最後連小開也死了對不對 對,而且她連也波及到隔壁的鄰居 連旁邊的肚子都廢棄掉了 好猛喔 所以呢,這一次冠儀會帶大家一起 再一次來到這個電影公司 繼續的來做一次的探訪 而且聽說這一次也是發生了一些靈異現象 對不對 聽到了好多的冠聲音 而且比之前還不可思議到一種程度 真的嗎 我們來看看到底有多少不可思議 據說喔 這一張照片喔 現在這一張照片 這個樓梯口 上面的這一個風扇 還會有靈異的現象發生 真的假的 對,我們這一次是針對片庫 還有就是放那個海報的地方 以及當初就是出現那個白蝶小姐的那個 我們認為是她的身影 因為那個蝴蝶出現的地方 然後我們有做一些實驗 做一些實驗 趕快趕快 我們來看看我們靈異最前線的 片庫遊鬼 各位觀眾,這裡是台南觀廟 鳳梨山的一間廢棄別墅 同時,它也是下禮拜 靈異最前線會播出的探險內容 不要,不要怕,不要怕 整個外景的探險相當驚悚 而且,在這間鳳梨山別墅裡 似乎到處充滿了靈動力 怪聲,怪影,怪事不斷 甚至我們其中的一位劍兵活真 他也遭遇到某種不可抗議的力量 不單頭痛 甚至整個人更無法惡意地哭泣 人比我們怎麼勸說 他都控制不住自己 從原來大膽的外景劍兵 哭成一個類人 在不得已的情況之下 我們臨時調動讓柏珍休息 暫停外景的進行 柏珍出了狀況 劍兵只剩下Amy一個人之後 他還得硬著頭皮 到其他的靈異點探尋鬼屋 Amy能獨立完成探險任務嗎 柏珍到底出了什麼狀況 在這個過程當中 外景隊遇到了哪些危險 下個禮拜的靈異最前線 我們將會為您完整地播出 靈異最前線之氣血鳳梨山 各位觀眾朋友 現在我們所在的這個位子 就是相當有名的銀河電影公司 那之前我們也曾經造訪過這裡 在我左手邊呢 就是這棟大樓 它是一個廢棄的民宅 而在我的右手邊這個地方呢 就是我們上次來過的 銀河電影公司 當初啊就是我們播出之後 有很多觀眾看到我們的播出 就是為了要來這邊拿一些 比較實情的電影海報 因為都已經絕版了 還有一些膠卷也在裡面 我們可以看到 可能是有些朋友來啊 結果看到有些這種電影海報 是已經破掉了 所以他們就把它丟在這裡 而且啊很多觀眾朋友 跟我們講說 他們就是在片庫裡面 遇到一些很奇怪的聲音 有看到人形 甚至有聽到聲音 因為他們未來要來拿電影海報 所以你們現在就要找那個 傳說中他們講的 就是那個片庫 不知道是這個還是說 在下面還有一個片庫 我聽到啊 我聽到那個 電影底片啊 往下滑 有沒有看到 不知道是因為 太久沒有人進來了 所以我們踩進來的時候 他掉下去還是說 是其他的原因 剛剛就是這個 打下來 你看 你看 你看裡面一個卡一個卡這樣 非常明顯 但是都已經 有人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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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我們現在往下走 因為這個片庫裡面啊 就是還有一疊海報 就是當初很多觀眾朋友 他們想要拿的一些 真常的海報 那我們現在到底 我們要去看看 那些海報是不是還存在 我記得我們上次來的時候 好像是在裡面的地方 但是因為當初來的時候 有遇到一些狀況 所以我現在印象不是非常的深 對不起 應該是這裡吧 這應該就是當初我們來的時候 我記得上次我們來的時候 海報很多耶 但是現在 我們可以看到這海報只剩下 就是已經爛爛的剩下 不完整的幾張而已 只有這一張比較完整 只有這一張比較完整 長相義 丁銀 而且當初啊 還有一些獨家報導的記者啊 他們也是為了要探究這個地方 所以他們也有來 然後我們工作人員有帶他們來啊 結果 你想他們這邊也遇到一些 很奇怪的事情 而且他們說是在片庫 因為他們也想要來拿這些海報 真的就在這邊 因為我們樓上 我們剛剛在樓上跟樓下 都有看到片庫 那 什麼聲音 我聽到 有聲音 有什麼鷹鈴般的聲音對不對 對 可是 我聽到不只是鷹鈴 我剛剛你們後面有那種 臉在錯氣耶 我有聽到 可是我聽到的是一陣那種 不是 兩種聲音都有 鷹鈴的聲音是在樓上 但是 女孩子的故事是在後面啊 欸我都 雞皮疙瘩了 對不起 你看這是一個非常狹窄的一個 一個走廊 但是我剛剛就是從這個地方聽到 有女生啊 在錯氣 而且 還有聽到那個呼吸的聲音 不好意思 那我們現在先退出去 因為樓上也有個片庫 樓下也有個片庫 那我們就個別架一台TV吧來 來拍拍看 是不是真的有拍到人形 或是聽到什麼聲音 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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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樓上有人 樓上有人啊 樓上有人啊 我就知道 聽到什麼東西掉下來 是有東西掉下來嗎 沒有啊 可是我們工作人員 都在這裡 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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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們這邊拿 他們不應該是屬於他們的東西 我覺得可能他也認為說我們要來拿 那我們現在趕快先架一下DV8好了 要一要來 趕快上去 樓上不斷的有交際員網樓下掉落 各位電視機前的觀眾可能會認為這是人為因素 但是現在我們看到樓梯上方鏡頭拍攝的畫面 鏡頭的那一端根本沒有人影晃動 但膠卷卻是憑空從樓上掉了下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們要拿,你們要拿 我沒有要拿,不要嚇我 不好意思 沒有人啊 但是 沒有人 沒有人 這裡全部 都沒有人 但是這邊有很多的那個底片的焦點 我覺得它應該是從這邊掉下去的 但是我們剛剛從下面判上來的時候 這邊沒有人站 天啊 此刻,外警隊的工作人員決定在片庫裡架設DV8 你站在那邊幹嘛 我很膽子 很怕啊 我們在架子啊 你看這邊很緊張 對啊,你不要怕 你看這邊有一個 擺抱 是嗎 是 是 我在想 他是不是啊 頭到一半的時候 然後破掉了 不 被嚇到 被什麼都被嚇到不知道 然後跑 為什麼這樣子 那邊沒有 那邊沒有 對啊 那邊 那邊 對,你就剛剛 那些都是破掉的 就被嚇到 你就腳丟 對 對 可能 首先,我們在樓上的第一片庫 架設了一台DV8 準備長時間的拍攝 同時 外警隊還準備了第二台DV8 到了樓下的第二片庫 也準備進行長時間的拍攝 這裡面喔 空氣真的非常 那樓上片庫它架的那個DV8 它是拍到正好是樓梯要上來的地方 那在這裡 我們的畫面上可以看到 後面有一台DVN風扇 然後右手邊是它的整個鋼架 就是放底片的那個架子 看得非常的清楚 那現在我們把畫面切到樓下的那個片庫 那樓下的片庫 第一把架設的位置是正好正對那個樓梯 而且那個電影海報放的地方是樓梯的正下方 同時呢,樓下的片庫啊 是底片最多的地方 而且是非常陰濕的地方 而且剛剛啊 那個底片啊 我要拉上來給觀眾看的時候啊 我覺得有一個背 就是背上的那種拉力拉我 後來我就拉上來 我們現在也沒有人 就蠻奇怪的 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畫面 就是有剛剛掉下來那個底片的痕跡 它就垂在那個樓梯上 那個不敢去動它 對啊 萬一這邊連接朋友也我們要來拿海報 那就完蛋了 要不要再切換 好 我們再看樓上的那一攤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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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片場裡面 就在電影公司裡面嗎 就是有兩個片庫 可是不知道觀眾朋友跟記者 他們看到的是哪 所以我們兩邊都有假的尾巴 而且其實我們同時在樓下樓上 都有發生一些怪異的事情 樓上有聽到那個鷹鈴的聲音 就是鈴的聲音 樓下是有聽到 我突然吹起來 有笑喔 真的啊 我突然吹大 抱歉 好 有聲音 等一下 什麼東西 我看到那個 那個 有聲音 有那個東西滾下去的聲音 我有聽到 趕快切換 好 我們趕快切換一下 真的有 經過了切換面對 我們發現樓下片庫的滴滴巴畫面中的樓梯上 果然多了一卷膠片 現在我們就讓電視機前的觀眾看清楚 這個雙滴滴巴的實驗拍到了什麼 各位 剛才你所看的是樓上片庫的滴滴巴拍攝的狀況 同時我們來看看樓下片庫滴滴巴又拍到了什麼畫面 搖刷 攪刷 othy 5 半 4 5 9 9 0 9 1 不是 你看 那个脚又在动 我好累 快点 哪在啊 欢迎观众提供给我们 谈秘的地点和鬼屋 到底是为什么 你觉得他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你不会也起鸡皮疙瘩吧 他是大男人 他就会起鸡皮疙瘩 是什么现象 我以前遇过到 一两件这种比较悬的事情 那我自己会 给自己一些解释 就让它过去 譬如说 譬如说 可能是凑巧 好像有一次发牌 凑巧啊 很可怕 对 他就弯弯弯 弯到最后 每个人都吓得 每个人脸都摆着这样 那你自己知道 他那种就巧了吧 可是 我不知道也从一开始 你们听到那个东西掉下来 到刚刚那个架势两个机器 已经可以说是没有死角了 你完全看得到东西 白影飘过去 好 就算他是凑巧 就算他是光线 可能东西就马上直接掉下来 就这么解释 所以之前 之前他听到的声音 或是什么东西 我们都可以解释成他自己的一个 幻想 幻觉 对不对 穿着附会什么 但是刚刚看到这个 我觉得已经不是所谓 穿着附会可以解释的 因为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只要再讲 因为他荒废时间比较长 那而且呢 你可以看到 以他的外观来看 就可以看得出来 里面应该是比较湿 那光线也比较照不进去 事实上这样的地方 本来就比较适合林 在里面做一个聚集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房子呢 可能因为我们讲说 因为荒废时间太过长期以后呢 慢慢卖 所以聚集的林 可能就不是原来里面的那一位 就会 有很多 就是说可能都一起来 对 我想请教老师一下 我们刚刚其实看到 那个底片片和掉下来 滚下来 或者说 有看到一些 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 那是这些林 是他们是顽皮鬼 就是有的只是 因为你来打扰到 我只是要吓吓你 还是老师 你们看出了另外的端倪 他是真的生气了 还是是怎么样 对对对 所以他藉由这些 我们感受得到 看得到的东西来下 对 泰老师觉得呢 对 我刚刚在 那个VCR的感言里面是 不是本来这个 白铁这个地方 不是 不是白铁 不是不是 是当地的一些 一些算是调皮 调皮 对 后来居住 后来居住的 本身并没有太多的远期 可是我想要知道就是 刚才我们在那个抽风机 不是看到白白那个东西 而且你知道吗 这个地方是三楼 那后面啊 根本就是 就是一片墙壁这样子 太奇怪了 所以呢 这一次去现场的气氛 跟上一次去 有节哀的不同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 因为这一次是我一个人 然后我要进去之前 我就知道 我今天一定会遇到一些 很奇怪的状况 但是刚刚我们看到的 那个胶卷 跟那个影子晃过去 是同步的 对 而且这样一 就是三楼架式的那个DV巴 是根本不可能有人 可以躲在那个地方 是完全没有死角的 对 所以那个胶卷掉下 我觉得真的不是人为 不是人为的 而且我觉得掉一卷还好 连续掉两卷就觉得很恐怖 对啊 就觉得好像不是 非常的奇怪 不是变去掉两卷 还有掉其他卷 掉好多卷 只是因为没有拍到 所以呢 如果我们要硬嘛 拿出来讲的话 怕观众不相信 所以我们才把我们拍到的 拨出来 陆陆续续掉了好几卷 不过刚才我们看到那个里面 有很多的海报 但是已经都被偷光了 被拿光了 但是我们上次去的时候 没有拿着很多东西 从我们上到这一次 中间过程有很多人去拿东西 已经少了 那我们就以为 这边的邻居的朋友 是因为有很多人去拿东西 所以呢 开始这次呢 给我们很多的信息 显现有点不高兴 所以我们这次呢 接下来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用来做一些 什么样的试验 对 我们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试验 我们因为就是 骗户 很多人看到有那种鬼啊 鬼妹之类的东西 还有就是拿电影海报的时候 鬼屋里面的东西 可是我知道说 其实那东西不能拿 那后来我们把他拿着 也发生了灵异的事情 真的发生一件 我觉得很恐怖的事情就对了 而且第一次 灵界朋友送我们东西 接下来影片就可以看到 有送东西 对 她要把东西送给我们 真的是很可怕 小娜 你刚才掉交卷真的可怕 可怕到你解释不出来 她为什么会这样子 真的 李安又带着钢丝部队到了现场 而且大家仔细看一样 会飞的东西 我们来看看我们 灵异最前线的 骗户流鬼 不要吓我今天这个人 这是我们第一台的位置 我们现在赶快下去 看看第二台 对不起 可是我刚才是这边啊 对不起 你的出现在这里了 就是这个 我刚刚看到 这边是三楼耶 这边是三楼耶 对啊 这边三楼啊 可是真的刚刚我看到 那个有一个白影 他不要过去捡 走走走 对不起 不好意思 只有一条绳子啊 或只有一条袋子啊 那边还有啊 哪边哪边 这是我刚刚看到的啊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不好意思 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刚刚 我刚刚就是 这是我们第二台 有谁 我刚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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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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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那边有人走啊 你看到 可是真的有啦 真的有啦 真的有啦 我們來做一個實驗好不好 不要 各位不要 你怎麼要我留一個月 沒有 我把海報拿走 試看看 海報拿走 可是老實說不能拿別人的東西 老實說拿東西回那個 好可 我們拿兩張就好 可是很多觀眾朋友就是來這邊拿東西 結果後來他們就是好像有被 就是有看到那個人出來 而且還有那種有恐嚇他們的 相反是這樣子 我們拿兩張就好 然後去那個天台那邊 因為天台已經算隔壁了 不是這個房間了 然後 然後 我們把他引出來 可是 好不好 既然跟記者跟網友們都這麼說 我們試試看 拿兩張就好 那這樣你在挑釁他嗎 可是 可是 試試看嗎 我拿兩張就好 好啊 不好意思 我身體開始涼起來了 對不起 我看不見了 你是不是覺得那海報 那女生的眼睛變得乖乖的 要自己下自己啊 好 可是我覺得 哎 啊 沒有人 對不起 對不起 趕快走 你不敢拿嗎 趕快 唉唷 對不起 這什麼東西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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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什麼東西流到我身上啊 要不要擦掉 啊 什麼的 等一下 這邊 這什麼 我曉得 把它擦乾淨好 把它擦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乖了我把它拿出來了 然後呢 我們拿過去嗎 小心點 小心點 你先幫我拿海報好不好 我怕把它弄不破 OK 你根本是害我 你自己也不敢拿 不好意思 小心嗎 好 等一下 我們把地獄包拿出來 架在這裡拍這個東西 看能不能把它引出來 等一下 跟觀眾講 你現在要放到這邊 然後呢 就用地獄包 然後拿地獄包來拍 把它引出來 我們現在啊 就是要做一個實驗 因為很多朋友來拿那個 電影海報 所以就遇到 他們有遇到一些狀況 就是看到一些那種人影啊 甚至於還有聽到聲音 然後剛剛啊 我在拿的過程當中啊 我還有就是也遇到相同的情況 就是我聽到有聲音 而且甚至於還有樓上掉下來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做一個實驗 就是把這兩張海報放在這裡 然後看看可不可以 看看它是不是真的能夠把它引出來 為了確認獨家報導記者 及各位鬼話網友所說的遇鬼事件 是不是真實的 林一鎮集線外景小組 大膽地偷出了兩張片庫內的 電影海報 在現場架設了DV8拍攝 目的是為了引鬼線型 快要起風 對啊 趕快啊 不行了不行 它會飛走 好 那我們現在趕快到後面去看那個Monitor 唯一可惜的是 我們所帶來的兩台DV8 其中的一台故障 所以只能架設一個角度來拍攝海報 但沒想到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我們就拍到了非常難得 且不可思議的恐怖畫面 怎麼這麼滑 去看一下嗎 又來了 怎麼又來了 不是 你看 那個角又在動 去看一下 那你陪我去 我為什麼 你為什麼 不好意思 小心救命 不知道是风吹的还是灵界的拉扯 海豹不见了 但当Ammy到天台去查看海豹状况时 却有叫人觉得恐怖的发现 Ammy 我不想看 各位观众 海豹不偏不倚地落在对面电影公司的阳台上 这个景象让所有人都感到毛骨悚然 难道说这些海豹对这里的灵界充满了什么重要的意义吗 同一段影片里面 好像每天看完那种感觉都不一样 太可怕了 你看 你看 拜托哥们 你的青皮疙瘩 人家阿娇还大 等一下 那个阿娇说她刚才在那个影片当中看到一个女人的脸 在哪里 我跟妳讲 在海豹上吗 对对对 我们刚刚好有一幕黑白的 然后就是架上那个DV吧的时候 然后两张海豹同样放在那个天台那个上面的时候 很清楚很清楚我看到一个女人的脸 就在两张海豹的上面 而且眼睛是在那个海豹上一点点 她是看着我们的吗 不是看着 我不知道是不是不要我 我太崩溃了 但是我真的 我确信我看到一个脸 但是我没有那么清楚的看到她眼睛是不是在看我们 她又阴阳的眼吗 没有 完全没有 你真的不像海豹的 真的吗 我觉得很像海豹上面那个女生 对 跟她的海豹上面那个女生 不是不是 不是 蔡老师 你是不是想讲什么 我可能觉得你好像要发言那样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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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不是 我看她的表情好怪 你把她讲一下 老师 帮你试 这个时候就感觉到那个白脸出来 海豹给我们一下好不好 你们要跟我们看 老师 你说她出来是在影片里头出来还是 在影片里头 你看到她的脸是这张脸吗 是的 真的吗 真的 不是啊 是是是 阿嬌 阿嬌 请问一下啊 你刚刚说你刚看到的脸是这个女的脸 有没有可能是她在很快速的往上抽的时候 不是不是 还没动的时候 那个画面 莫莫姐是 这样 还没动的时候 你就看到这个脸了 而且我看不见瞳孔 好 我很清楚看到这个 我跟你讲 现在哦 现在有一个最好的方式可以来证明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请我们所有的网友还有观众朋友告诉我们 到底现在这个 我想这个女孩子应该叫丁盈吗 应该是啦 是不是 她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如果我们能查出来的话 我们就知道到底是不是啦 来来来 对不对 对不对 我们再讨论另外一个问题 来 小达 建隆 这一缸海豹放在现场 怎么样的情况 能够让她像刚才那样 感觉是被人家抽走 对不对 如果是被风吹的话 应该是这样子移动或者是翻过来 速度很快的抽 你觉得 依照你的专业的姿势 你觉得 要以这样的速度这样抽起来 应该是怎么样 才办得到 要绑线 你觉得要绑线 所以她是整个这样卷起来的耶 我觉得蛮奇怪的 我的感觉是哦 因为刚刚在看的时候 她被吹走了 可是她被吹走的时候 你就会想说现场来了一阵风 可是为什么 然后迷人的感觉到风 因为旁边那张也有 她的那个 旁边那个脚也有我不太敢碰 旁边的 旁边那张海豹 她的那个脚有被吹起来 可是为什么那么准是吹她 而且那个自然风已经很强 才会那么快的速度 啪 吹一张 我吹另外一张 我觉得悬就悬在这里 不是 一般我跟你讲风吹啊 你会这样飘来飘去 对对对 它不是 它是这样啊 抓上去 你是不是好像 好像怕被烟雾峡片一样 那样的感觉 好像就像我们抽面子那种感觉 就是抽起来那种感觉 在现场的这个位置 他们在这个地方放了海报 在这个地方放了海报 结果 事后再去找海报的时候 海报已经飘到了 中间这个中庭的另外一边 而且 有一个问题 我们那个摄影机的 摄影机的角度是从哪儿 是从我们现在看的这个位置 往这边拍没有错 对对对对 可是我们刚才看的那个 它是往上飞耶 往上 有点往前耶 它是往前卷掉 我们那时候其实架了两台DV8 一台是就是刚刚我们看到那个 那个箱是在右手边 然后它整个是斜的 等于说有照电影公司那一头 然后我们是在那个 就是DV8架睡的地方的镜头 因为有个长老 我刚刚不是跑出来吗 它飞起来的时候你有看到吗 我是看DV8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台是架比较close的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 那个袋子好像是被刮带了还是怎么样 就坏掉了 那close的镜头看得很明显 看得很明显 对 陈老师 两张海报放在地上 它只抽走了一张 另外一张是不是就可以送给我们 它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现在保留的那个 另外的那张 如果有问题 它会不会到我们这边来拿 它是要送给我们吗 不会有这个问题 好 不过它是要把海报送给我们对不对 对 那请问现在现场谁要带回家 要 都没有人要吗 鸡皮疙瘩 鸡皮疙瘩最大的 你把它带回去 好 我很感谢大家在那边 讨论这个银河电影公司 对 这个希望我们还会有更精彩的地方 可以带大家去看究竟 是 好 稍微休息一下 走走走走走 哎呦 老师怎么办 老师 好痛 老师 阿华 怎么了 怎么了 欢迎观众提供给我们 探秘了地点和鬼屋 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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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炳并没有在这个现场 但是我们看到了我们的制作人小刘在现场 我们请他来解释一下小炳到什么地方去了 大家好,我是制作人小刘 我们这两集因为出了一个驱使的游过死亡谈 跟今天大家会看到的这个叫做观音的古景分尸案 因为这两个商人人物太精彩了 小炳在外景当中疲于奔命 结果跑到他有点心脏衰竭 结果后来出来外景之后他就住院疗养了 所以这个棚是由我帮他带两集的办 那他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在医院 可是你们为什么会这样的疲于奔命呢 譬如说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种地方是很特别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去过刑案现场超大人物 可是那是带八家将去 今天这一次呢 我们是带一般的六个普通的观众 去到一个刑案现场 那这个刑案现场它的所在地是位在观音 然后呢是一个很偏僻的一个地方 它有个古厕那旁边有个古井 然后呢就是有一个人 这个人呢他目前还是无疑失的状态 在古厕里面被人家分尸 然后根据警方知道是大卸九块 之后呢这九块 尸块丢到古井里面去 再用水泥一层一层这样封住 可是很神奇的是说 旁边有个稻田 农夫居然闻到尸臭味 然后去报警 然后把那个整个古井挖开来 里面找到了尸体 所以我们今天要去呢 分尸的部分做感应 第二个就是他在井底 古井里面被水泥压下来的地方做感应 但是我们今天手上有一份这个资料 这个资料就是当初这个警方所提供的 这一具无名尸体的这个受害人 对受害人的一个写讯的一个专刊 希望呢也透过我们节目的播出呢 让全省的观众们大家都能知道一个事情 一起来共同协助破案 这个案子呢 他到现在为止呢 一直还没有办法破出来 没有办法破出来 他是在这个89年7月25号的时候 经过人家发现在观音乡的 观音乡观音村中心路这边发生这个事情 然后最后他这边还写哦 你看死者遭这个什么啊 枝结后丢入到井里 再以水泥直接倒入井内掩埋 不知道是谁这么残忍呢 对 可是你看重点是我觉得我们需要透过节目 帮忙协助 因为他还是无名尸还没有破案 是 他的特征是 这个特征在这边 是经过法医呢 看完了以后 就是绘画专家把它画出来 看完了整个尸体之后呢 把它大略的描述一下 这样子的一个轮廓 大概是30到40岁左右 身高是165到170公分左右 而且现场找到的一些资料显示呢 当时他是穿的这个宜儿爽 白色的内裤一条 M号的 所以有这样子的情况 希望观众朋友看完了以后呢 你知道的话能够提供一些线索 还有这个男士 他在右脸颊的部分有一个13公分的疤 所以如果说你的亲口号当中 有人是有这样的疤 然后他不见的话 大家可以来帮忙找找看 对对对 好了 这讲完了这一个邪寻专刊之后呢 我们现在赶快要带大家到这个 刑案的现场 刑案的现场 来看看小柄跟这六位观众 在刑案的现场究竟有哪些特殊感应 对大家来听听我们超胆任务的 古井分尸案 这个地方啊 它是一个 那个命案分尸的一个现场 然后 它这个现场当初之所以被发现呢 是因为有一个农夫闻到很重很重的尸臭味 如果说你们看新闻也知道 这个案子其实他蛮有名的 新闻上那时候也大幅的报道过 然后那个农夫是看到这样的情态去报警 可是大家知道以那个 完全是水泥封住在一个井的情况之下 它不可能有这样的味道会传出来的 可是却发生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我们今天要去感应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前往这个 我们的超胆地点了 好 OK好 那这边 大家聚集一点来 超胆任务一行人踩着沉重的步伐 前往位于观音箱的古井分尸命案现场 根据蔡老师私下透露 这次的超胆任务将会有直接的灵动接触 大家走近一点不要太分山 像这种地方啊 这很偏僻所以很多那种作案啊什么的可能气势啊 就是这种地点最最适合 因为很偏僻啊 附近都没有住什么人 有个人 这里很有空旺 在右边 这附近 在右边是不是 在右边有个灵谷塔 这右边有个灵谷塔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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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也是运气蛮重的 嗯嗯嗯嗯 所以今天这个地点不是这么单纯哦 因為還有靈骨塔在這邊 那又是一個未破案的命案現場 這裡是一個至今未破的分飾命案現場 在這個荒郊野外,不時傳出奇怪的聲音 越接近古井,周圍的空氣似乎也越來越凝結 來,走靠近一點,我們的這個地點已經快到了 就在前面而已 大家注意看到沒有,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有綁一個這個,這個就是警察呢 如果是命案現場,或者是那種車禍就會被這個圍起來 然後請這個民眾不要靠近 有沒有看到,這裡 有人把他拉起來,確定一下到底是不是 看一下 有寫什麼字,有寫什麼字 有沒有看到,行案現場禁止進入 有沒有看到,行案現場禁止進入 在這裡 對,行案現場 有沒有 現在誰有沒有,什麼特殊的感覺有沒有 有,什麼感覺 有人在拉我左手 有人在拉你的左手 什麼樣的拉法 往後拉的感覺 那,就是 你覺得後面有人在跟著你是不是 不是 不曉得就是,有人在拉我左手這樣好長的拉 再拉你的左手 你弄回來之後又被拉回去 你弄回來之後又被拉回去 對 來,現在 聽著老師的指令 先跟各位講一下,我們要進入整個超檔的試驗之前 那麼我們先做一個先前的感應動作 準備動作 互相之前至少要有距離一個人以上 一個人以上 距離 手這樣撐開 插一個手的距離 好 好 雙手自然下距 好 不要去 用力 好 眼睛閉上 好,開始感應 好,開始閉上 好 在這個令人不寒而慄的分屍命案現場 接下來的靈動接觸更是讓人毛骨悚然 好 好 各位觀眾有沒有看到 這位觀眾阿圖呢 的手突然被整個這樣子拉起來 也像是靈動般的 然後呢 他剛才進去的時候 往這個令人現場的這個方向擠去 現在手還是不停地在晃動 這是我們的前三感應 再前三感應 再前三感應就發生一個這樣的說話 我們要跟我們看看 他說接下來會往那裡指 但他現在要往這個命案地點去指去了 所以他只是想在靈動不可思議的現象 超膽觀眾在強烈的靈動牽移上 伸手指向命案現場 我們注意看一下我們這個紅衣服的這個回座 他的燕湯 燕湯他的手也在輕輕地晃動當中 我們注意看 你可以看到他的手在靈動的現象 而且呢 剛才這個燕湯呢 他突然往後面 好像有人在叫他 往後看 就是看這個行案的現象 我們有兩次 就是阿圖跟這個燕湯 都對後面呢 產生一些靈異的接觸 好 現在呢 你們就要帶你進去這個我們的超膽地點來做感應 先準備好了嗎 嗯 好 那我們現在要開始進去這個地方 來小心 好 這個地方就是燕湯 我們要趕快一點點 之所以會綁著菜刀 是因為剛剛說這個被害人呢 就是被這個菜刀呢 大卸八塊 大卸九塊 所以呢 在這邊把這個菜刀 讓你來感應 你有什麼感應呢 你就跟我們說 你就衝進來 好不好 OK好 現在開始閉上眼睛 OK 開始開幕 好 好 好 行 好 好 好 有 走 高音 好 有 過分 過分 真的 過分 過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麼了? 我覺得手的地方很差 手的地方有點不舒服 怎麼了? 就感覺像是去拉他那種感覺 這樣子拉他? 感覺好像去拉他吧 然後那種先這一隻然後再開始這一隻 你就有人在拉你是不是? 就是好像那種手的關節 感覺像快被人家拉開 手的關節要被拉開 就是好像說用力去拉你 然後快要把那骨頭那種這樣拉開 脫掉是不是? 脫骨子這樣 OK 有狀況有狀況 怎麼了? 他叫了他叫了快點 他叫不得經常 歡迎一個少年觀眾 誰在叫我們的五儀 semana 啊哈哈哈哈 有抓過了 怎麼了 阿土 讓他坐下來 他的腳很僵硬 怎麼辦,你不行,要不要叫他 要不要動他 不要動他 不要動他是不是 還算我再擋一擋一擋一擋 是不是 所以我現在心裡很大 OK 阿土,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剛才這位阿土,這個觀眾阿土 他靈動現象之後突然整個人都倒下來 而且最主要是 他的表情會變得很奇怪 然後喘氣很激很激 很激 OK,現在呢 這位是我們的超男觀眾阿華 現在我們要帶你進去這個分析地點做感應 準備好了嗎 OK,好 那我進去見面 來 正如老師之前所透露的 整個感應沒進行多久 便是狀況不斷 接下來超男觀眾 又會有什麼恐怖的感應呢 好,可以看 OK 好,可以看 OK 好,可以看 OK OK 好,可以看 好,可以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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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 有 天啊 有 各位觀眾注意看 而且這個菜刀整個翻轉 翻轉得非常的厲害 而且你看,開始動了 菜刀開始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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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怎麼會這麼快啊 隨著這個靈體的出現了 這個菜刀的晃動率也越來越高 頻率越來越高 老師怎麼辦? 老師! 老師! 他腳好僵硬 你看他的腳 好僵硬 好僵硬 咳嗽的現象 脫了一口疼 脫了一口疼 好像脫了一口疼 是正常的現象 阿土 你整個過程其實你還是有意識的 對 你有自己的感覺 那我就是沒辦法說話 沒辦法說話? 對 你想要說話是不是? 你那時候想要說什麼? 那時候是想要教老師但是教不出來 想要教老師教不出來? 對 你休息一下 阿華怎麼了? 怎麼了? 各位觀眾有沒有看到他的冒汗的狀況 他整個臉都在冒冷汗了 你這個裡面並不是很熱的地方 可是你看他整個都冒冷汗 你有什麼感應? 我 就是 剛開始站都還好沒事嘛 結果忽然一下子 就開始頭暈 然後 背就很麻 背就很麻 對然後 不覺得有東西在飄 可是 在飄 可是感覺還好 對 那個靈體就是用飄 在你的菜頭之間這樣飄來飄去 而且我再告訴你一件事 你在感應的時候那個菜頭突然的 那個翻來翻去 對 你有感應那個菜刀還是那個靈體嗎? 我是 有 感覺有人臉 這樣子 人臉 我自己這樣閉眼睛感覺 感覺有人臉這樣飄過去 可是 其他都還好 其他都還好 所以你有感應到一個人臉 嗯 那我想你休息一下好了 整個他整個都在冒冷開始 我們讓他休息一下 欸 這是 這個影子看得很清楚 很清楚 很清楚 很半透明 表準半透明 我們來問一下其他來賓的意見 好了 先從課盤開始 你剛剛看到的是什麼 就是 課盤不可思議就是 就是剛剛老師在 在叫小禮看一次的那個時候 然後有一個 就 就 好像半透明的那個 我們講靈體吧 嗯 從右邊往菜刀方向 然後再 再往那個 阿華 那個很猛的阿華 往他後面這樣過去 基本上每個都很猛 這樣過去 對 你很清楚看到人影嗎 還是只看到一些光線 那是一個透明物狀 透明物狀這樣過去 這樣 然後後來看到那個 菜刀 如果是慣性的翻轉 他應該菜刀是這樣子一個轉法 嗯 因為他就可能這樣一直轉 然後他是 菜刀這樣 咦咦咦 90度這樣轉過來 然後這樣又轉過來 那菜刀不應該會轉 對不對 那上次呢 你也是看到鬼影這樣過去嗎 對 因為剛剛一過去之後 菜刀轉得特別明顯 而且 他轉的角度很大 嗯 像之前第一個 那位女生的時候 幾乎是沒有什麼反應的 嗯 但是第二個 這樣一過去的時候 那個菜刀 因為我覺得菜刀重量又很重 嗯 你說話在那邊 風吹草動 也不可能 這樣 這樣 但是一過去之後 動得非常明顯 然後我最佩服就是那個阿土 阿土先生 就是那個一直 從一開始就慢慢這樣 然後越來越高 越來越高 對 我也覺得好奇怪 你有沒有看到他 他為什麼手會這樣 小劉他幫你學 我覺得他的感應喔 是循序漸進 他剛開始的時候是覺得說 他的左手 有人去拉他 而且他背對的那個 骨錯 就是分屍的現場 然後慢慢慢慢的 越來越誇張 越來越動作 越來越大 然後感應也越來越強烈 到最後是有點昏迷了 可是在昏迷的時候 老師說他還是在感應 這樣子 那請問他最後躺到地上 手這樣子在幹嘛 他被上身 我覺得 他已經被上身了 我覺得他自己知道 自己不對勁 但是控制不住 但是他又講不出個所以感 我覺得這是一般觀眾最正常 就是又是最真實的一個反應 根據警方的資料說 這個屍體啊 被肢解成九塊 那剛剛我們看到的這個影啊 他是其中一塊 還是說他就是那個 被肢解那個人的完整 現在那個是一個人的完整 基本上人被肢解之後 他所現出來的這個現象 讓人看到這種現象狀態 基本上是完整的 不會就是變成九塊的 其中某一塊 也有可能 給他造一個 有可能 是不是可以任意的 調動他自己的身體部位 靈本身他就可以任意的 去改變他的位置 就算沒有被切割也可以嗎 也可以 那請問 因為剛剛呢 就是那個阿土的那個狀況 對 跟那個阿華 對 他的情況好像兩次 有點在同時發生 對 同時發生 那那是兩個靈 還是剛剛 焦哥所講的 九塊的兩塊 對 事實上這兩 這個情況我解釋一下 阿土這個靈是 是在這個王者 在被分屍之前的一個掙扎動作 喔 好 在死亡前那個掙扎動作的一個複製 好 那麼 在那個現場零是 死亡之後 的零 的一個 很像那個轉 轉菜單的零 所以他同時出現了兩個 可以同時出現 兩個分身啊 對 是同一個人嗎 是同一個零嗎 對 那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這樣講 我們不是說嗎 人有所謂的三魂七魄嗎 那其實人在死亡之後 他另外有所謂的一魂二魄 那麼他會停留在他屍體埋葬的一些地方 那另外一個 一魂二魄呢 是在他 比如說他在死亡當時的一個現場 所以 一個就是他死亡的這個現場 是在這個房子裡頭 那麼另外一個呢 也就是說 他會停留在他屍體埋葬的地方 對 也就是在外面這個地方 所以基本上這個是可以 那小姐我們待會兒還會做一些特別的感應嗎 會 但是我想先講一個問題 我有看電影 電影上面不是有演過說 這個人如果他被砍死之後 然後他再回來尋求的時候 這個人只要殺了他的兇器 那鬼會很怕他 真的嗎 會呀 會因為害怕 因為那是對於生前某一些東西 他的恐懼感 這個恐懼感 其實人對某一些東西 像我們講 一遭被蛇咬十年怕草神 對對對對 雖然你這個來說是被蛇咬 可是你看到樣子很像的東西 你還是會害怕 不過待會兒我們還會派一些這個 很大膽的觀眾朋友 直接的進到這個古屋當中 來做其他的感應 我們來看看我們超膽任務的 古井分屍案 好 接下來這位是小半小姐 那我現在要帶你進去這個感應的地點了 準備好了嗎 好 那我們走吧 來這邊 我先給你講一下喔 這個地方呢 他是剛出被分屍的地點 被害者被分屍的地點 被卸成9塊 經過了前幾位超膽關注的靈動接觸後 發生命案的古作 又會帶給接下來的感應者 何准正確的接觸呢 這邊很空曠 要往這邊 小心這個門都放一批 有很公平的建築 有聽到什麼時候也是 剛才會跟妳說 好 感應觀眾進去不久 強烈的靈動使然 讓菜刀翻轉得更加詭異 這位觀眾呢才感應不久 他的菜刀就已經晃成這個樣子了 而且比上一位觀眾的這個菜刀晃動更是嚴重更是厲害 這位觀眾呢 突然感應感應的時候呢 然後再往後抽了一下 注意看那微妙的表情 好像是看到什麼 或者是聽到什麼事了 一個抗拒以及恐懼的那種微妙的表情 他剛才這個觀眾呢 晃的方向 你剛好是這個菜刀的反方向 就往後這樣抽聲了一下 那是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 大家一定要好好訪問他 到底發生什麼事 到底 這菜刀一人失去的互動當中 而且這位小姐的表情看起來也是 越看越奇怪 然後越來越有趣 他的表情 小販似乎看到什麼東西 好 好像這個表情非常嚴重 非常 很強 我不想那個感覺 甚至少是恐懼小子 太巨大症 而且隨著這個菜刀的晃動 這個攝影機可以看到一些奇怪的氣力 都在這附近 注意看這個植物 完全沒有這個風動的現象 但是菜刀 卻動得這麼厲害 那是個太奇怪的心情 他的手摸著那個廚房的桌子 會不會被護ğ 有時候 細動人都在這個 然後沒有接觸 而且就在這個 我們感覺起來挺密 放來放去 他動作 他是 他身體總是往前往後這樣子 一直放來動去 而且手一直放在這個 我們這個廚房的那個 照顧的桌上 В apply 那到這個要注意看 好這個情況 有什麼狀況 我們一定要趕快先衝進去再說 AKEL 要進去嗎 要進去嗎 他在叫了,快點,快點 來了來了 小飯,小飯 什麼東西?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說? 有東西撞你的腳? 窗外面是什麼? 窗外面沒有 是井嗎? 是井嗎? 對 你為什麼會有這樣感應? 為什麼會有這樣疑問? 他好像演變給我看 演變什麼? 當時我還聽到水聲 當時的狀況重現在野田 你說灌水有那種感覺嗎? 他只是用聲音我看不到 用聲音?你聽到什麼聲音? 你具體形容一下 很難形容就是 很多雜音這樣 然後有人這樣 咳嗽 應該好像在吞彈那種聲音 剛才那個感應者 他也是感應完之後 出去就吐彈了 跟你講的是符合的耶 那你剛才被什麼東西撞到 你剛才被什麼東西撞到 完全沒有任何的 地上 地上 完全沒有任何東西 但是他說他被一個東西撞到了 你剛才有沒有看到嗎? 就是突然這樣動 對 所以我們在鏡頭上完全看一清二楚 你這樣子身體晃動 而且你手 你手不斷碰到那個桌子上面 然後聲音都是從窗戶外傳來 可是我... 窗戶外 小秉他們現在根本還不知道 古井在哪邊 可是因為我白天晚上來看 古井就在那個外面沒錯 你為什麼會感應到 古井就在那個方向呢? 因為他就這樣演變 我聲音很難描述 可是我聽得出來 就是在弄弄弄東西啊 包東西弄弄弄 然後我就聽到水聲 水聲從那邊傳出來嗎? 都是在那個方向 都是那個方向 我白天過去看 真的就是那邊 我們先出去好了 好 哇塞 太監聽人了 來這邊 一次比一次更強烈的感應 靈界的朋友 彷彿將所有怨恨與無奈 換化成直接的靈動聲音 OK好 我們請小曼說一次這樣 但是呢這個老師 好像發生狀況了是不是 老師 老師 好了 裡面的彈音量強 就是想要上升 可是你在打嗝 對啊 我們上升這邊就是這樣 就是會有打嗝的動作 這邊有人嗎? 你們在幹嘛? 呢,見了 還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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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剛才整個有感應到靈動嗎? 就感覺很輕鬆 就晃晃晃 很輕鬆 你剛剛感覺有時候不一樣 你剛剛之前是什麼感覺 你剛剛之前是什麼樣的感覺 之前都很緊張這樣 很緊張 現在很輕鬆 啊,所以你說你到這個地方 心情會很緊繃是不是 就剛剛從裡面出來 嗯,很緊張 很緊張 對 現在就感覺很輕鬆 準備好了齁 我們要進去命案地給你感應囉 OK,好,這邊請 注意看喔 這是一個 雖然說很久以前婚姻 但是我們看到是一個竹 所以你站在嘴裡邊 嗯 好 那這個菜籃呢 待會兒呢 對你這個菜籃做感應 嗯 所以你站在嘴裡邊 就眼睛閉上 然後跟這個菜籃做感應 看會感應到什麼 好了嗎 可以嗎 閉上眼睛 對 好 好 好 出去 怎麼了 有一個光影顯像是不是 對 剛剛才出現了 剛剛才出現而已 對 剛剛才出現而已 現在變成這樣 嗯 奇怪 只要有人進去感應 菜籃就開始晃動了 對 對 而且沒有風喔 我們看一下植物都沒有風 但是菜籃放動 剛剛竊子在這邊已經出現一個影像 有一個影像出現是不是 在畫面上 沒有沒有 很明顯這樣 跑出來 跑出來然後再消失這樣 對對對 嗯 等一下 倒在這邊 那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對 欸 欸 快 欸 欸 窗樓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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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有嗎 不見了 有嗎 有 跟你說有 很很清楚的 很討厭 就在自我告訴你 就在自我告訴你 怎麼 怎麼了 來 先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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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我出來 感應的速度也一次比一次快 不要怕 不要怕 好 好 你怎麼會突然跑出來 你感應到什麼嗎 我是覺得眼皮一直跳 然後裡面一直熱起來 眼皮一直跳 然後裡面一直熱起來 對啊 因為我剛剛在外面感應 沒有眼皮這樣一直動就對了 一直動 然後結果你進去會一直動 對 對 是什麼感覺 眼皮會自己一直跳 對 眼皮會自己一直跳 對 好 來 你休息一下 還有嗎 來 我們去休息一下 不用害怕 OK 現在呢 我們這個小曼呢 要進去這個 明暗地點感應 準備好了嗎 可以齁 好 來 走 隨便 發生了菜刀翻轉 出現詭異的形體 和靈異怪聲的現象後 感應觀眾強烈的靈異接觸 也一步步浮現 有什麼感覺 有什麼 那個 全都說出來 或者是 跑出來 或者叫出來 我們一定會進來 好不好 OK 開始感應 有意義一下 怎麼回事啊 怎樣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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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窗後面有人 窗後沒有人 窗後沒有人 快看 有嗎 不見了 有嗎 有 我跟妳說有 窗後沒有人 快看 有嗎 不見了 有嗎 有 我跟妳說有 很清楚的 好快 就在這 我告訴你 就在這 就在這 等一下 小曼出來了 小曼 小曼 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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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妳說妳的狀況很多 我們剛才在鏡頭上有看到 不要害怕 待會兒出去來 待會兒出去再告訴妳 妳先出來再說 走 走 來 妳先跟各位觀眾朋友說有什麼感應 就一直 皮都一直抖啊 皮都一直抖 是不是 眼皮就很自然就抖 但是 站抖 有在站抖 臉也是 眼皮 眼皮一直站抖 還有什麼感應嗎 就這樣子 可是我沒有 就是 我是害怕 沒錯 可是 我覺得應該不會這樣才對 應該不會這樣一直抖 對啊 可是她就是一直抖 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告訴妳一個事情好不好 怎樣 妳剛才在感應的時候 怎樣 後面不是有個窗戶嗎 對 我看到一個人頭 真的假的 我看到一個人頭 你自己回去檢查代替 有一個人頭出現在那個 那個 窗戶後面 欸 真理 我怎麼會有一個白影這樣子 有一個嘛 圓圓的 妳在外景現場的時候 妳有看到嗎 我那時候沒看到 只有小秉先看到 發現之後告訴大家 大家都怕得要死 那剛才克帆有看到嗎 有啊 就是右上角有一個人頭 在偷看 然後就不見了 很快速對不對 不是看看 那一個白色光點欸 就是那個 就是那一個 就像那個白色光點 可是那個 因為我們很遠 那近看的話 是個人頭沒錯 我們那時候為什麼在外景會害怕 因為我們大家 聊聊聊聊說 哇 分屍的只有頭 又是九塊之中的一塊 對 你現在想要分屍 我才想到 對啊 可能就是那分屍的那顆頭的零 應該一旦分屍應該都會從那邊切吧 它是只有一個頭嗎 對 沒有錯 沒有下半針了 沒有下半針 可是我想講一個下一段比賽精彩預告好不好 嗯 你說那個頭對不對 對 它如果說只是出現在窗戶旁邊 就不細心對不對 如果說它讓你的臉型改變 變得跟那張照片一樣 你覺得怎麼樣 跟這張照片一樣 跟這張照片一樣 對 像剛才阿土之前的時候 在你們還沒有進去的時候 他不是倒在那邊 臉上的那個嘴角一直抽動 就是這樣 完了以後你們待會兒還會有人 連臉型都 都變得跟那個 照片 真的假的不相信 怎麼可能會這個樣子 怎麼可能會這個樣子 太猛了吧 不過剛剛講到那個頭啊 我想請問一下這個謝老師啊 那個頭是這個死者嗎 對 就是我們說那個死者 嗯 那他現在情況怎樣啊 基本上來說 因為他是在這個地方被分屍嘛 那所以基本 因為他們 事實上 因為家裡的人也不知道說 他人在哪裡 所以也沒有做這個 所謂的超度的動作 嗯 所以他的臉一直都還是在那個現場 但是我們有沒有方法 譬如說我們可以跟臉溝通的話 我們會問他說是誰殺你 他有可能講出來嗎 嗯 因為一般來說的話 在地府裡頭 他有一些特別的一些 有一些規定 那所以有時候會有很多類 這一類的命案 他們事實上把這個臉掉出來之後 可能問他一些東西 那有些東西是 就是他 有些沒有辦法開口 那有些就是說 他可能有一些 他沒有辦法去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沈柔你問的問題 會不會太為難謝老師了 要是他能夠讓對方告訴他 凶手是誰的話 那我們還要去查幹嘛 對啊 他不是事情大上亂算了 也不是在這邊了 對不對 嗯 那現場有具其他的一些林 在現場嗎 事實上也有 也有啊 也有啊 那些林是什麼樣的林 就是也是孤魂裡的 對 都是一般的孤魂裡 那小劉 現在我們讓所有的觀眾 就是在那個空屋子的那一個廚房裡頭 前面掉一把菜刀 做這樣子的感應 就已經發現有透明的人影飄過去 窗戶還有一個人頭 這樣晃過去 甚至有的人感應到肩膀的疼痛 對 有東西爬過腳面啊 這樣子的東西 接下來你們還要 做什麼樣的感覺 我在介紹下一段感應之前呢 我有個問題 想要追回來問 就是說喔 那把菜刀 大家應該是感覺很恐怖對不對 對 我剛剛一邊看一邊在問你 對 你看剛剛不是有close那個菜刀部分嗎 那菜刀好大一把啊 好可怕啊 不是大的問題 我是覺得它那個刀面 因為如果說是你們自己去買 你不可能說從家裡面帶出來 一定是去買一把新的 它為什麼上面那個刀面是 感覺它有點生鏽啊 然後一點一點這樣子 然後感覺上有點舊 我在猜你從 快點快點 阿絕給它借出來了對不對 是這把胸刀嗎 我是先說啦 這把刀有歷史 第二個呢 它見過雪光 那見過雪光的情況之下 它的轉動是不是會有影響 為什麼 因為一般來說 像古代人在鑄劍的時候 他都會用這個人的血 那麼來做這個影 那麼來就是引動它所謂的靈氣 所以基本上來說的話 如果這個刀本身使用過 那麼有見過雪 那它本身的靈氣 靈動的能量就會比較強 那小劉在馬道歷史學嗎 在我們家裡面 廚房裡面去切雞 切肉的那個刀 一定要忍血 剛剛老師說了 對 一定要忍血 所以以前來說的話 也就是說一個鑄劍師 它一生之中 能夠鑄造出來有名的劍 一般來說不會超過三把 因為你要用的血 並不是像我們說 滴一滴這樣就有力 一定要大量的對不對 對 切菜切到手還不算對不對 對 那如果我再問 大量是那把刀的確有大量 那如果說今天是一把 像這把是見過雪光的菜刀 跟一把新買的菜刀 它的感應力會不會不一樣 對 一定不同 沾雪的總是感應力比較強一點 我現在已經不想討論這個人 我想討論這把菜刀 請問他才的歷史到底是什麼 你可以告訴我們嗎 你還不會 這個菜刀是 我們辛苦的工作人員 他跑去大廚 大廚 大飯店裡面 跟一個大廚師要來的 可是他沒有切過人啊 沒有切過人 他切過很多豬肉啊 魚肉啊 雞肉啊 嚇我一跳 嚇死人了 嚇死人了 還要故意不講 還以為那個刀子是 這個有歷史 是他念書的時候 然後藏在書包裡面 那把刀已經封刀了 是我們那個工作人員 跟那個廚師有交情 還特別的商界拿出來的 封刀了 封刀了 就是殺的動物來說的話 那個本身那個刀上面 它也會有 也會真的 對 所以一般為什麼以前呢 我們那個古代的人 他比如說 像筷子手的刀 他基本上他如果要 他以後要那個的話 那個刀一定要用 特別去拔封起來 或者是說 他們專門在殺 殺牛啦 殺那個刀以後 他們也都是 就是留下來 它事實上 也可以用來鎮宅 說是用 因為有殺氣比較強 所以呢 為了要感應呢 更加的強烈 所以還特別找了一把 曾經見過雪光的刀 讓現場的氣氛更加的強烈 不過在下面這一段 這個VCR當中啊 小劉 我們是不是有 弄一個桶子 對 那接下來這段 那個影片的感應 我們剛剛有講過嘛 第一個是分屍 第二個就是把你埋在古井裡頭 用水泥這樣封住的感覺 可是 這個現場 因為警方已經來開挖過 把這個九塊四塊 已經挖出來了 它不是這樣子 慢慢挖的 它是用一個挖賭機 大把大把的挖 挖出一個 跟我們前面這個水池 差不多一樣大的一個窟窿 所以古井已經不復存在 可是呢 我們就想一個方法 我們在古井的旁邊 挖了一個深深的洞 然後把那個古井 原本不是有磚面嗎 那個水泥面 我們把它拿來 搬到這邊來 然後呢 再用一個鐵桶子放進去 然後呢 到觀眾進去之後 我們把它封住 然後用磚孔攝影機拍 你們腦子在想什麼啊 真的 這樣 這被他腦子想什麼 是不是 但是 但是 你已經覺得它很不可思議了 對 更不可思議的是 是在哪裡呢 觀眾朋友們 很踴躍地來報名 很踴躍地來報名 希望藉由這樣子的 輕生的深層感應 製作人 能夠接觸到 對啊 豬絲馬跡 製作人你很好試過 我一定要講一個 一定要講 我每集都去我當然什麼都 我都會 你有事嗎 你有真的進去桶子裡面嗎 你一定沒有的 他還沒有入床的時候 我有鑽進去 因為以我的身高 鑽得進去的話 其他人都鑽得進去 他還沒有鑽量 這個道具合不合用 對 可是我覺得有一點很重要 我想講一下就是說 因為 如果說 真有靈異的存在 有天王的存在的話 會有很多很多人 不會做黑心事 像我 我連亂丟垃圾什麼都不敢 所以啊 我也是啊 所以我整個車子都是垃圾 我今天車子拿去修理 他 哇 你怎麼測得那麼髒 我說對不起 我就不好意思把垃圾往外丟啊 所以我就全部擠在裡面 你可以帶回家丟 對 就是這樣 不要把氣氛打壞掉了 好 我們還是要看後面的影片 對 因為剛才小柳有講到嗎 其中一個人的臉型 他會改變 會很像剛才 這個焦哥時候 拿的這一張圖片 這張圖片 為了要印證 到底有沒有可能 這個事情發生呢 看一下好不好 下面這段影片 是這一張嗎 是五秒的那張 你說是像這一張嗎 對對對 好 那請各位觀眾 這張更具象啊 仔細的看喔 到時候我們的觀眾朋友 會很像這個人的臉型 那如果大家不相信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我們下面這段 超膽任務的古井分屎 超平的 比較沒有感應的 你們做第一位好不好 OK 跟老師一起來 我們一起走 老師在這兒真的不用怕 經過了音森的骨錯感應後 所有的感應觀眾 在老師的代理上 前往更深層 幽暗的死亡空間 請 好 你們六位 都已經到現場了 你們繼續感應 那麼在一分鐘後 那麼 就要開始由你們六個人 分別按順序呢 到這個 剛剛你們看到的那個 古井的翠片 這個 鐵桶裡面去做感應 那麼 他們在感應的時候 你們還是維持在原地 小飯來 這是一個 比較深層的感應 所以有問題 你就趕快老師說 來 慢慢下去 可以面朝這個 可以面朝這個 不用緊張 開始感應 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他的臉 現在呢 我們做的這個深層感應呢 就是模仿當初的這個人被害者 被丟到這個井裡面 他被丟到這個井裡面之後呢 還有被用這個水泥呢 給封住這個 這個水 這個井的口 所以我們今天呢 做的這個模擬呢 是完全當初這個 命案現場一樣的東西 所以可以看到呢 我們現在第一個觀點已經進去做感應 而且我們也有用這個蓋子 把他上面這個 那個口呢 給蓋住 所以我們看看呢 他待會兒會有一個什麼樣的靈異接觸 老師是我的錯覺嗎 我覺得他周邊的光一直在變化 他的光一直在做變化 好奇怪喔 老師 老師他叫我們是不是 快快快 老師他叫我們 來了來了 來了 怎麼了 怎麼了 小心一點 來小心 先上來先上來 妳剛剛聽到什麼聲音 妳剛剛聽到什麼聲音 一直通常沒有間斷過 沒有間斷過的聲音 他應該在鎖那個門吧 就是聽到一直 鎖這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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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覺好像當初他 這個屍體被丟進去之後 就封住了那個感覺 對我還以為是 你們工人員在幫我調蓋子 工人員要 調好久喔 所以我一直揮手 真的沒有動 好好好 這個小飯讓他休息一下 好好好 這個小飯讓他休息一下 阿土算是我們今天 這個感應好強烈的人 所以要來 這個是我們的很深層的感應 然後你去完全的感覺他 好 OK好 來慢慢的海膜裡 他被 氣濕 氣濕的作用 就是 好 OK 開始感應喔 好 可是他甚至沒有一次眨眼耶 他甚至沒有一次眨眼 怎麼這樣子 欸 他眼神不太對喔 對對對 他眼神不太對 而且眼睛開始上吊了 怎麼了 怎麼了 他 他好像對我們有什麼話要講的 對 老師他臉型改變了 對對對 他的臉型改變了 而且我覺得他是不是看得到我們 對 對 我覺得他眼睛是看著我們 盯著我們球的耶 對 他一直 你看 怎麼了 加兩塊 你看他好了 這家出生一直沒辦法 好像這裡很用力這樣子 老師 你現在有帶那張嗎 有有 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 我們來比特兒看看 我覺得他臉型在變 對 我也覺得他整個這裡已經不見了 整個這裡都已經變了 來 那你進去看 那你進去看 是不是 他有沒有很瘦的 我覺得很妙 而且你看看得到他的牙齒這樣子 有沒有 一模一樣 他的手怎麼了 我覺得好害怕 他手怎麼看手 他看插序 推開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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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往上還想推開 要把他拿起來 我覺得他會不意識耶 可兒去把他拿起來 好我開始找他好了 不要讓他再做更生存版 你先來 阿兔 現在 等一下 怎麼了 有個小人走過去 他後面上剛才有個人走過去了老師 那我們要再等一下嗎 我們要再等一下嗎 再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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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去看一下 再去看一下好了 老師有人在叫你 怎麼了 怎麼了 那個走廊對 他的這個角度剛好是面對那個走廊 那個走廊對 他的這個角度剛好是面對那個走廊 那個走廊對 我們先把阿兔解救出來 我們先去把阿兔解救出來 我們先去把阿兔解救出來 剛才後面上看到一個小人從他的這個旁邊走過去 我們先把阿兔救出來再說 阿兔 先上來 你的感應真的是太驚人了 喔我真的是被你嚇了一大跳 來 先讓他親口看一下 來 我覺得真的很 我覺得真的很奇妙耶 他的臉 並不是像剛才這個幾年的 他在打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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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上身了 我們看 我們馬虎過來哪一邊 他在打嗝 走走走走 他身體又變僵硬了 他身體已經沒有力氣了 老師 他說 尼尼尼尼先生 他身體又變僵硬了 他身體又變僵硬了 把手握住,小心,把手握住 小心握起來,把手先握起來 這咳嗽不是一般的咳嗽,咳得好大力喔 我的感覺不是咳嗽,是呼到氣、空氣的 對,呼到空氣的,這也是那種呼到空氣的感覺 怎麼了?怎麼了? 怎麼了?怎麼了?怎麼了? 怎麼了?怎麼了? 大家蹲下,不要起來,聽老師的指令 這是阿土的聲音是不是? 別過來,別過來 歡迎各式各樣的觀眾 這叫我們的超膽任務 啊哈哈哈哈 怎麼了?怎麼了? 我聽到那邊有人敲筒子的聲音 什麼聲音?什麼聲音? 什麼聲音?你聽到什麼聲音? 你看大家都...大家一次衝過來 敲筒子的聲音,那邊沒有人啊 敲筒子的聲音,那邊沒有人啊 很大聲,大家都聽到嗎? 對,我聽到了 每個人都衝過來這邊,每個人都聽到了 因為我們全部都記取在阿土那邊 阿土還好嗎?阿土還好嗎?阿土還好嗎?阿土 阿土,阿土,阿土真的有好重的吃臭味喔 阿土,你現在就克制他,你不要讓他上來好不好 休息一下,你就坐在這邊 好,OK,好 來來來,下一位 下一位,老師 阿蠻,阿蠻 阿蠻 小蠻可以了嗎?可以齁 蓋起來了齁 老師,現在把王蠅引進去了齁 好,我們要離開了齁 我們要離開這個地方齁,小蠻 對,現在都沒有任何人齁 OK 好 小蠻也是眼睛張開的 小蠻也是眼睛張開的 怎麼了? 不是啊,我聽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阿蠻 阿蠻,那個阿蠻,阿蠻站起來 整個在那裡造起來 你看老師,他的腳頂住在地上 但是身體在這樣晃耶 對,對,對 怎麼辦? 沒關係,自己讓他晃 讓他晃是不是,讓他感應就是 對,對 他的表情真的非常奇怪 他一直在看著他左手邊 那是阿蠻 對,阿蠻 小蠻,我一定怕有人要過去了 怎麼了?怎麼了?怎麼了?快 怎麼了?怎麼了? 大家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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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起來 聽老師的指令 怎麼了?怎麼了?怎麼了? 要上阿蠻的身子 要上阿蠻的身子是不是? 別過來 別過來 老師在這裡 先走過來 先走過來 先走過來,快點 先走過來 老師,小蠻還在桶子裡面 沒關係 小蠻先 快,小蠻先 我先去帶小蠻 小蠻,快出來 快出來 快點,快點 來,快點 快點,大了這槍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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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跑過來 等一下 等一下 怎麼了?怎麼了? 你剛才看 你剛才不是在拿地獄要拍音嗎? 為什麼?為什麼? 會衝回來 怎麼了? 我剛才在拍阿蠻的表情的時候 Monitor的那個 右上方 有一個白影飄過去 我那時候是嚇到 所以趕快 趕快不是 衝回來 衝回來這樣子 結果沒想到 而且老師 老師也很奇怪 老師 老師 剛才一直 老師 老師 對 老師 老師本來是一直在看這個 Monitor 很習慣專心看這個 對,可是 可是剛剛他已經來了 他也在拍攝下來 我一直在 看阿土 我一直在問他是不是阿土 然後我們工作人員就馬上 對 對 老師問我說 那個人是不是阿土 就是說 那個人是不是阿土 那工作人員就衝回來 然後每個人就這樣衝回來了 其他人有聽到 有看到嗎 沒有 有聽到 有看到嗎 有聽到 跑步聲 有聽到跑步聲 跑步聲 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的跑步聲 大家就衝過來 大家就衝過來 是我們之前跑步的時候 有跑步聲嗎 不是不是 就是 他那個 我們工作人員 還沒 就是還沒跑之前 就有聽到跑步聲 然後那個工作人員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之後 他就是有感覺到 那工作人員回來之前 就有跑步聲是不是 是 好,來,走走走 我們先趕快撤出去 來 來 我告訴你,走緊一點 走在老師後面 喔,怎麼這個現場 會亂成這樣子阿 對啊,一片混亂耶 而且剛剛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阿 為什麼大家都趴下呢 發生什麼事 我跟你講 尤其在影片裡面可以看出來 嗯 負責帶隊去的這個老師 他究竟有沒有那樣子的能力 對不對 其實在觀察前面 他應該是看了觀察 看那個桶子裡面那個女孩子 有沒有問題 對 但是他居然還能夠 意識到說 旁邊的地方出了什麼狀況 分了老師 分了很厲害耶 所以我就說 老師你一個人夠用 我覺得你們這樣出去 我覺得一個老師絕對不夠用 可能要多帶幾人 因為零很多 所以你要陪老師一起去 因為老師一個人夠用 好,我可以幫媽媽 我們現在就派你去好了 不要不要 可是 可是剛剛 老師你剛剛說 不要走不要走 是不是你叫那個鈴不要走 把現場當時的狀況 跟我們稍微再 說出一下 我們在觀察這個摩尼等裡面 這個感應的 這個深圳感應的觀眾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緊急進到那個 主靈 阿鈴的 再去護主靈 反而不到這個深圳感應的觀眾間 去感應 一般我們來在 在感應的過程裡面 我們去模擬他死亡過程的時候 是最強烈的 可是這次好奇怪 他說 他反而不附在那個 鐵龍裡面 那個觀眾的身上 反而跑去那個阿土那邊 而且他跑去阿土那邊沒關係喔 甚至還有那種肢解分支的動作 整個都來了 還有一些影搬過來 那時候 我覺得不太對勁了 那 同一個動作的時候 剛好 我們另外一個工作人在拍 那個 Viva的時候 特寫 對 他在寫特寫的時候 剛好也拍到 剛好也拍到 可是那個工作人沒有喊還沒有死 一喊的話 那個鈴有嚇到 反而 會想辦法去入侵那個阿鈴的 那個阿土 然後趕過去 亂亂叫 等於是 所以老師你看到 在進到他身體之前 你就叫他說 你不要亂來這樣子 對對對 我想你趕快走 不要亂來這樣子 可是他已經已經要 那個工作人員拍了那個畫面 後來回來 檢查帶子的時候 有拍到嗎 我們後來喔 很仔細的去找一下那個帶子 我們真的沒有拍到 可是在現場喔 千真萬確 因為不只他 因為後面還有那個觀眾啊 他們也都跑回來 都跑回來 可能很可惜的是 這種鈴的聲音 我一直覺得很奇怪 有時候我們在想 聽到聲音很清楚 受不到音 有時候看到了 拍不到 這是我覺得 然後有的時候 我們沒聽到沒看到 可是我們拍回來卻有 對 很奇怪耶 怎麼會這個樣子 真的一直出外景 那麼久以來喔 一直很疑惑的問題 但是剛才我們剛看到那個阿土先生 他在那個木桶 鐵桶裡面的時候啊 我想問一下克班 你覺得他跟剛才我們看這個照片的人很像嗎 嗯 他 他原來是尖尖的 他本來下巴是尖的是不是 對 然後這個照片它是一個 可以說是正方形的臉 然後 只是正方沒有那麼正 是有點糊塗 可是 其實一照的時候 我覺得阿土 阿土實在是 真是多災多難 我覺得完全 完全就像這上面的照片 對啊很像耶 心梅你不覺得他很像嗎 沒有 因為他很瘦 那個阿土本身很瘦 對 然後嘴唇 因為他嘴唇比較厚 所以看起來那個感覺就是屬於比較 比較有下巴 可是這個照片是沒有下巴的 對啊 可是我現在最像的是 他那個嘴角是往下的 而且我覺得還有一個地方 你都沒有看 就是他的 他變得有雙下巴 你有沒有發現 他下巴是有兩道 欸 就像這樣子兩道 雙下巴沒錯 對啊 小劉請問一下 你覺得那屍臭味是田裡面 特有的那種噁心的味道嗎 那是百分百的屍臭味 因為我們去那麼多鬼屋 聞過太多次了 百分百的 他是突然從阿土身上傳來的嗎 對 就是他從 他從 他從桶子起來之後 就是小米聞到的同時 大家都聞到了 可是同樣 那個桶子 第一個是新的 然後是用刷洗過 我也去躺過 我也進去過 但不是那個躺 我身上沒有屍臭味 其他的觀眾也沒有屍臭味 天啊 就他身上有那個味道 對 不過也許能夠透過我們這個節目 然後能夠把這個兇手給找出來 對對對 所以在節目的最後呢 我們再次提醒 這個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在民國89年的7月中旬左右 在桃園縣觀音鄉觀音村附近 發現了這樣子的一個 無名肢解的屍塊 大約年紀在30到40歲 身高165公分到170公分左右 如果大家有些什麼 因為市中的人口 或者是知道相關的蛛絲馬雞 能夠提供警方 作為破案的一些譯據 對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所有的來賓 也謝謝電視機前的觀眾朋友 跟我們度過一個非常愉快的 兩個小時的時光 也希望在下個禮拜 同一個時間繼續收看我們的鬼話連天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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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